大家好,我又开始继续录我的视频,谈论关于反共的话题。 对此呢,我只要想谈一下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反共分子。 应该说在我的家庭,我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浅诚的共产党员, 然后我的主父母出自于一个,也算是一个大户的人家,是一个书香门第。 然后我父亲是重庆建筑学院毕业的大学生,第一波去建设新疆的工程师,建筑工程师。 然后那时候,那时候五几年,他去新疆的时候,新疆是一片戈壁荒谈,什么都没有。 那时候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,那也是全国一个,我认为一个主流的这么一个价值观吧, 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 和那一代的很多的大学生,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青春,自己的热血,自己的才华,献给了最艰苦的地方。 像我父亲他们就是这样的,像我父亲这样的大学生,还是挺多的,很多的, 那个建设了新疆第一个建筑,第一个所学校,第一个医院,然后供水设施, 所有的都是他们把那种,把一个在戈壁荒谈的新疆建成了一个有学校,有医院, 有住宅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,相对来说现代化的一个城市。 但是,我父亲去的那很边远了,是喀什, 所以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呢, 其实那时候民族关系还是很好的,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跟多别的少,我们的汉祖和维祖是混居的, 然后我小的时候还是跟维祖小孩子一起玩, 我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维语, 但是后来上小学之后就不行了, 因为经常在放学的路上就会被维祖人丢石头, 然后就是说和大爷滚回去, 和大爷就是他们维祖人对那种汉祖人的这样的一个灭称, 然后在我上大概中学的时候就经历了新疆的第一次维祖人暴乱, 当时打死打伤了很多的汉祖人,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讲的民族团结, 所以不敢马上前去镇压, 不敢马上平息暴乱, 就导致了很多的那种汉祖人被无辜的打伤, 这种的事情呢, 其实后面发生了很多次, 都是因为就是政府出于一种所谓的民族团结, 违稳的这样的一个需要, 不能够很公正的来处理一个事情, 就导致了就意外不是人, 就是有的时候, 所以这也就是从我个人的这样的经历, 我就想来提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反共, 其实反共我在我所理解的, 包括说的, 反共就是个反愚蠢, 反无知, 共产党它都意味着是无知和愚蠢, 包括它的理念马克思主义, 就后来在这几个视频里面, 我要把它讲清楚, 为什么马克思是一个很荒诞的, 自相矛盾的这样的理解, 为什么马克思在西方国家根本就, 就是共产党在西方没有市场, 马克思根本就没有人信, 因为你知道在那种西方发达的国家, 那个教育都非常的发达, 因为自由民主嘛, 所以大家都很有知识, 有智慧, 那种无知愚蠢的人根本就没有市场, 那在中国就不一样, 因为它这个当时是被苏联强行灌出来的, 它是一种, 就是为了当时为了权利下毛泽东这个, 它就是很, 毛泽东是没有什么才能的, 没有什么支持的, 比较能力的人多得很, 只不过就是说这个人就很懂得, 去勾结巴结, 巴结那个斯大林, 把斯大林万岁, 把斯大林当他的什么父亲这种, 什么上帝这样的供起来, 列宁斯大林这种供起来, 所以那种被斯大林他们看中了, 觉得这个人可以当他的走狗, 当他的打手, 所以就把他扶持起来, 在那种共产党里面当领导权, 然后最后就在斯大林的帮助下, 就那种迈, 靠投靠那个日本的卖国, 靠那个斯大林的帮助, 然后就夺取了这个政权, 但是他夺取政权, 毕竟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, 自己的才能换的政权, 所以他一那个什么统治中国了之后, 就立刻分杀所有的媒体, 因为他共产党知道他是怎么夺取政权的, 如果要是蒋介石那时候, 像共产党今天从铁板的时候, 都不给你一点的自由, 你共产党哪有甚何市场, 哪有什么去宣传, 什么共产党哪有资格, 让你去骂国民党, 骂蒋介石, 所以共产党就毛泽东就学乖了, 他从国民党是怎么丢大陆的, 他就学到了怎么样去巩固他的政权, 他说实话, 真正的蒋介石丢大陆, 就丢在了给那个自由和民主上, 如果当时那时候没有自由和民主, 他根本就丢不了大陆, 你像那个北朝鲜, 他那么饥荒的比较, 像毛泽东北朝鲜, 这是最佳的例子, 他们把中国统治到那种, 人民都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, 将近四千万人的饿死, 然后在毛泽东死的那时候, 人们几乎都活不下去了, 你说共产党, 倒入汉如果紧张, 谁要去反对他呢, 没有任何人去反对, 不过邓小平说, 再过票就反了, 但是还是没法, 然后到那个什么, 就是稍微自由化的时候, 学生上街还要拥护共产党, 还有那个什么谁要给毛泽东剖饭, 还被那种学生把他抓起来, 然后像那个魏京生说, 要搞那个自由化的武, 现在的话还能被关进监狱里去, 就是虽然这一波, 所有的掌权的人都被毛泽东, 曾经全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浩劫, 但是毛泽东哪怕是死了, 他这些人他还是要捍卫, 还是要把毛泽东捧起来, 还是不能够那个什么, 就是为什么, 这就是, 就是说, 就是无知和愚蠢, 另外最关键的, 最关键的共产党, 为什么还是没有党, 本怕是六四都没党, 因为没有自由, 就是没有言论自由, 没有信息自由, 大家都很愚蠢, 都是在谎言里面, 大家相信谎言, 觉得毛泽东很伟大, 中来很伟大, 就包括我自己, 在我, 我出国的时候都已经, 二零一几年了, 我在我出国之前, 我把毛泽东和中来, 都当成像毛泽东当, 崇拜的, 就跟那个, 那时候还, 我不知道耶稣, 但是我就讲毛泽东是大九星, 那时候我们在单位里面, 天天唱,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信中国, 打爱我们亲爱的妈妈, 就这种, 就唱, 我是在医院里面, 就条件呢, 都就是必唱的, 然后政治思想, 就必要, 就是你必须要那种做的, 那像我, 因为, 我觉得对很多的人吧, 那你学校的教育, 肯定就是你说什么信, 什么梗, 更何况我在讲的, 我的父亲, 他是一个, 他真的是一个很浅诚的共产党员, 因为我父亲他来自于那种, 就是书香门第嘛, 家里面啊, 就给他定的成分, 是属于那种, 幸好没定富龙, 定成那个中龙, 这样的话, 就等于他的政治成分就很不好, 所以我父亲呢, 他就, 那就, 一心想, 他想, 一直在积极入党, 那个时候入党就觉得是一种光, 很光荣的事情, 就像今天我们要考什么, 清华大学, 北京, 北大, 或者是在美国, 你能进哈佛大学, 好像这是一个很光荣, 很容易的事情, 那个时候就是入党, 就是很光荣的事情, 就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名誉, 还有真的, 他谈不上是一个那种利益, 就是一种名誉, 觉得我是共产党员, 就好像我就很光荣, 我父亲, 他是属于那种特别有事业心, 很上前, 他就特别的激壮, 但是就是因为他是个右派, 又是个中龙, 所以他一直在的帽子, 他根本就抬不起头来, 哪怕他就是那个技术的骨干, 他们那个时候, 他属于第一批去新疆的那个大学生, 建筑工程师, 他什么搞那个建筑, 预算, 施工, 全部都干下来, 后来要说起我爸爸, 我就觉得就是我一方面, 我特别特别的那种, 以前我一点都不理解我爸爸, 然后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, 然后从不说假话, 而且从不去请, 就是哪怕是给个开放之后, 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就已经属于那种老前辈的嘛, 那有很多人叫搞施工呀, 就想脱工减料呀, 那种让我爸就要去验收的工程, 他那个工程不合格, 不管他从不接受那种就是请客受理, 就特别刚正, 特别清廉的一个, 而且从不想请免, 不管是那什么, 只要你工程不合格, 绝对就不让你过, 而且那种他任何人向他请教, 因为那时候毕竟懂工程搞建筑的还非常非常的少, 那我爸爸他对他所有项目来请教的这些人, 他从来不令自教, 而且那种对他们就一分钱也不太好, 就专门就像带徒弟一样的, 有求必应, 特别是那种如果有人虚心好学的, 我爸就更高兴, 就觉得哎呀, 他能够把他的知识, 能够给别人, 所以就是后来我就到了加拿大, 就打他一点, 因为来到加拿大以后, 我看到那种加拿大的很多街道上的牌子, 就是讲这个人, 这个名人, 这个名人, 他们做了些什么, 做了些什么, 后来我就想, 如果我爸爸要是在加拿大的话, 他的名字一定会被刻在当地的一个路碑上, 路牌上, 或者是哪个建筑物上, 因为就是像之前就是你为了当地的这个建设,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 像我爸爸他就是那种第一批建策者, 在Castor, 包括还有那种和田, 很多的第一批那种饮水设施, 学校, 医院, 都是他们那个施工做的, 可惜我觉得那时候像我父亲他们那代人, 一说什么, 全部抹杀个人的成绩, 都是什么党的业绩, 党是什么, 党委是什么都不是, 就像因为每个单位他都有一个党委, 我就印象去说, 包括我们自己也有经历, 像我在医院里有, 党委这一拨人是什么都不会做, 但是他们就把握着就是资源提干, 就是你要想当干部, 当领导, 就要经过党委的批准, 那党委这些人他又不懂技术, 技术呢就是由那种专门的技术眼, 去做, 然后这些党委这些人, 只不过是他就是因为党委, 他啥也不会, 但是他就, 他就控制着, 他就能够决定你的升迁, 决定你的,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荒诞, 而且今天到今天还是这样子, 那种那种就是, 就像我觉得这个党委就像一个吸血鬼一样的, 然后附在那什么, 附在别人身上, 然后就是一个寄生虫, 他们就是个寄生虫, 然后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党, 一下子就把真正的那种专家技术人员, 变成了一个奴隶, 奴隶, 也就是变成了工具,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别, 这我能说, 后来另外一个呢, 就是我也看我爸爸的这一生, 就是说他真的是把自己的, 那时候想我想, 就是我个人经历, 我想所有人听过, 我这样也介绍以后, 我会想自己的父亲, 自己的父母, 或者哪怕是有些人能分享出来, 想到自己,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, 我觉得我这个经历都特别有经典, 特别有代表性, 然后像我父亲, 他在他年轻就是在新疆那么艰苦的地方, 工资非常非常的少, 我就记得那个, 但是我们还算不错的了, 因为他从重庆到新疆, 最起码他还能够吃饱, 能够就是不至于饿死, 但是那时候你知道在那个, 很多人都饿死, 像我妈妈, 还有他们一家人的, 就是有几好多兄弟, 有原本是就是饿死了, 没养活八个孩子, 他就我外婆家八个孩子都没活, 就活下来了四个孩子, 然后就很多吧, 就是从我父母的经历上, 我就那个时候不知道, 那时候只觉得穷贫困, 从来没有人说, 到底是谁造成的穷和贫困, 因为就是觉得, 过去就是好, 现在是我妈妈经常跟我一股思甜, 就让你现在好好学习, 你看我们那时候想读书读不了, 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, 能够让你读书, 你还不好好的学习, 所以那时候还觉得, 哎呀, 在中国很幸福了, 跟过去比我们多幸福呀, 过去那种, 像我妈妈, 她学习成绩非常好, 但是就是因为家里穷, 妈妈哪怕说, 我自己给做工, 打草, 不要去读书, 但是就是, 就是因为她也是女孩子, 所以坚决就不让, 就是最后到妈妈, 就读完小学, 就没能再去读书, 方向我爸爸就是把一辈子, 献给了这个新疆的建设事业, 但是当她退休了之后, 老了之后, 当她分病的时候, 她都, 以前因为在他们那时候, 就是说国家的公费医疗嘛, 对吧, 然后就是, 所有的工资都很低, 只仅仅供你养活自己, 那种就是, 不管她建了多少的那种高楼, 建了多少的学校, 然后施工做所有的这种血汗, 但是她过生活, 那种退休的工资, 她不仅就是, 工作, 没有退休之前, 工资非常非常的低, 然后, 退休之后, 工资还是, 我像那种, 就是二, 我爸爸那种在2011年左右, 她的工资也不过就是, 好像到2000出头一点点, 2000块钱在2012年, 2011年算什么呀, 能干什么, 所以我爸爸当时候, 他那种, 去, 当他生病住院的时候, 他钱根本就不够了医疗费, 还要全部靠孩子来垫付, 然后我在想, 就对比我来加拿大了之后, 我就在想, 哇, 这些, 别说像我爸爸的这种建筑工程师, 还要设计建筑工程师, 这些可是个个都是, 至少是百万福文, 不仅受人尊敬, 而且非常的那种, 工资非常的高, 但是对比像我爸爸他们, 而且就是叫做名利双手, 名字毕竟刻在当地的那个什么, 而且财富也很有, 就是他们真正的尊重, 贡献者, 费献者, 劳动者, 那中国是什么, 中国以前所有的中国人民做的, 做的所有的这种付出的劳动是什么, 是党, 党是什么狗屁东西, 就是那种, 像我爸爸我就印象从我们当时他们那个建筑单位, 有一个叫什么党委书记, 那个人特别的坏, 就很多的党委书记就是坏, 没有几个是党委, 是好人, 这个就是坏的人这些人, 那他们, 因为他们是吸血鬼, 他们第一个在建筑单位, 你说党委, 他懂施工, 他懂建筑, 他什么都不懂, 但是他一天就搞, 就是控制人的思想, 所以说起来就, 我觉得一会儿就觉得很邪恶, 我为什么我都不知道, 是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这个中国共产党, 还搞给自己搞什么党委, 来要这个, 就像一个孙悟空的一个紧箍咒, 我认为这个党委就是那个紧箍咒, 就是控制孙悟空紧箍咒, 这样那个什么, 然后, 因为我爸爸这个人都很刚正, 很政治不, 他也不会去吹嘘拍马, 他也不会到分年过节, 又不会到那种党委书记那里去送礼, 所以呢, 每次就是, 本来该轮到就是, 那时候就是, 进, 嗯, 涨工资, 那时候就凭涨工资, 涨一级工资, 那我就记得, 还有他又是涨一级, 就是五块钱, 十块钱, 那这些涨工, 都要党委来批准的, 然后, 然后, 那种, 因为我爸爸, 一个他又不懂受礼, 又不懂吹嘘拍马, 结果呢, 就是一直都被卡着, 不仅卡的, 而且那种, 那个党委书记还那种, 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, 因为他控制了这个资源嘛, 虽然他狗屁不是, 他那种, 又没有学历, 又没有技术, 什么也不是, 但是他还觉得, 觉得自己是个皇帝一样的, 还看不起那种真正的, 那种贡献者, 所以那种, 所以每次, 对了, 见我爸爸还觉得他高人一等, 还歧视我爸爸, 有可能那时候我爸爸是右派, 被打成右派, 又是知识分子, 大学生那时候又是臭老酒妈, 又被人看不起, 所以, 所以就是, 我就印象, 那时候就数理, 是从小, 因为我是, 我是我爸爸最喜欢的, 就是我们家几个孩子, 我爸爸最爱我, 所以我那时候, 经常我爸爸会带着我, 去到单位里, 那种做作业, 回到家, 以后要在他的办公室, 去做作业, 做完作业, 跟着我爸爸一会回家, 那个时候, 我就感受到他们, 那种, 对我爸爸的, 这样的一个不尊重, 我爸爸那时候是, 他们单位后来, 成为一个唯一的, 就是大学生, 就正儿的, 正规训练的大学生, 但是那时候很小不懂, 就不知道为什么, 他们会歧视我父亲, 只是觉得我父亲, 就是, 因为我, 我这个从小, 我就是, 就是, 我是个特别自尊, 就是自尊心特别强的一个人, 那时候我觉得我从小, 我就立志, 我说我长大了, 我一定要出席, 我要为我爸爸争口气, 我不要让我爸爸, 在被子解人的那种欺负, 但人类的时候就不知道, 后来, 后来长大了以后呢, 直到真正的后来出国, 出国了之后, 就是在, 在国内的时候, 我还都不知道, 为什么, 就是我在国内可以说, 我一直都不开心, 然后因为我把, 除了学校的, 你知道我们在学校的那种说错, 接受的教育, 都是要做一个友谊性, 共产主义的教育, 从小我们写作文, 就是, 人活着为什么, 人的理想, 你长大了想要做什么, 然后就是, 你要爱祖国, 拥护共产党, 爱人民, 要做, 就是为社会做有贡献的人, 那我, 我爸爸对我的这个教育, 其实比那种, 在学校的政治老师的这个教育, 还要正统, 我爸爸从小就叫我, 你要爱祖国, 爱人民, 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, 说我那时候从小, 一个立志的志向, 就是, 我要做一个英雄, 那时候, 那时候不懂, 那时候只知道一个英雄, 是叫什么刘浦, 他是我们的英雄, 那时候想的, 哎呀, 咱来说, 我就要, 哎呀, 我要做一个像刘浦男长英雄, 那时候我爸爸, 那时候从小的梦想, 是本来是想做一个建筑设计师, 像我爸爸一样的, 建很多很好的房子, 要让所有的人, 像我爸爸一样的, 让所有的人, 住在很舒服的房子里面, 那时候就, 那时候我就很小了, 然后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梦, 然后后来, 当然了, 这么个原因呢, 就是最后就不得不去了医学院, 去那种当了那种医生, 但是, 在从小的这种家教, 周围的环境的教育, 包括那种老师的这种教育啊, 学校的教育, 家庭的这个心头, 就让我就说, 就有, 我从小就很强烈的这种, 爱, 其实是一个五毛和分心, 爱国主义, 所以我们家人都是这样的, 像我今天, 我要是回去要跟我的家人讲, 共产党不好, 要讲毛泽东的罪恶, 他们绝对说你是敌对分子, 他们都说你要跟我一刀两断, 就是让他们经过一刀两断了, 就是因为我告诉他们毛泽东的罪恶, 他们就认为, 他说你是被敌对分子给那种同化了, 然后就坚决不让我去说任何共产党的坏话, 然后就说, 他说你再说就跟我断绝关系, 他们就是属于那种真心的维护共产党, 这样的一个, 我就后来, 就这也是很可悲, 那从我个人的这种的经历呢, 我其实更加意识到, 就是共产党的危害, 就是我们就是也更坚定了, 我就是一定要反共, 一定要那种, 要把这个邪恶的这个思想, 要让大家给意识, 意识了, 就是意识到共产党的邪恶, 先从我个人经历, 后来呢就出国, 出国当时那时候是做研究生的课题, 做研究生课题后, 就偶尔就接触到了一些中国的历史, 那我这个人就好奇心很强, 就是通过一个, 当时是通过林彪的这个经历, 就是像林彪, 他们都很夸, 林彪是一个军事帅才, 就是没有林彪, 就没有毛泽东打不下自己的钱, 那为什么就是林彪反动了, 然后又从林彪看刘少奇的经历, 然后又看到毛泽东才了解到, 因为我过去对历史是一点都不感兴趣的, 我就是属于一个乖乖女, 比较很熟呆子的那种, 就是说象牙塔, 就是纯粹就是象牙塔里的人, 那时候就是在学校, 因为医学院校的他的功课又非常非常的重, 然后工作以后是那种当医生的, 也天天的这个加班, 学校也是特别的累, 又是那些, 所以根本就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, 去接触到这种那个什么, 政治就是那种思想工作, 你要就是单位里给你的那个什么, 也国内的这些人文的历史的这种, 你根本就接触不到, 而且我那时候也不太那种有兴趣对政治, 对历史就觉得特别的枯燥, 而且学习压力比较大,工作压力比较大, 也没有心思去看这些, 然后那时候还是后来一个, 因为其他的原因, 就想着能够出国来看一看, 还准备学成之后, 还回到中国, 那就是在我后来出国, 在读书做课题的时候呢, 做铁运论文的时候, 就接触到了这个中国的历史, 就接着, 才知道, 然后因为真正这个历史特别的那个震撼我, 让我就是, 其实我之所以会对政治和历史发生事情呢, 也归结于我一直在问之思考的一个问题, 就是人活着为什么, 其实我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, 就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, 就一直在困惑着我, 就是我活着为什么, 就是我到底在追求什么, 因为, 因为你在学,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经历, 你在学校里的时候, 老师教你的这套价值观, 和你工作以后, 你的价值观截然对立的, 你根本就不能够用学校教给你的这套, 为人处事这种价值观, 把它应用到社会上, 除非就是说你的父母, 他就是书本上的这种给你教的官们堂皇的一套, 就是你父母会教给你一些, 就是真正的在中国社会游戏规则的真正的价值观, 就是你首先你肯定不能说实话, 说实话就是个傻瓜, 但是我这些, 我从来没有人来教会我, 我父母教会我的, 都是跟课本上的中央电视台的, 跟这个大部分是一模一样, 就是我们家的人是彻底被洗脑的, 像我妈妈, 我前年回去, 我妈妈还把毛泽东相供在那, 觉得毛泽东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大旧心, 就是我都不能, 我要是跟我妈妈讲, 我说毛泽东是个魔鬼的话, 那你看我妈都年龄很大了, 所以我也不能, 我只跟她讲, 我说妈你不要供给她, 她是个坏人, 就是那个什么, 但是我也不能跟她讲太多, 讲太多的话, 第一个她也接受不了, 另外一个的话, 她也是懂非懂的, 而且又搞得像我的家人的那种兄弟姐妹, 要跟他们讲一些共产党的真的, 那个他们就要跟我一刀两断, 我也不想把那个, 就不让他们都认为我是敌对分子, 所以呢, 那时候就一直在想, 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, 我就追求什么, 什么才有意义, 后来来的, 在中国其实我一直都没找到这个答案, 然后那时候做医生, 然后我就搞那种医院服, 那时候就觉得, 在学校里面教的, 比如说你在学校里, 我们要学要做, 要诚实, 乐于助人, 特别是比如说你做医生, 给医生的你就是个白衣天使, 医生的职者就是要那种, 把病人当成你的亲人一样, 给他的最好的政府, 但是你在工作单位的时候, 你根本就行不通, 因为整个的国家政策就要求医生, 医生和护士都变成推销员, 你医院你必须要创收, 谁创收的多, 然后谁才能够变成一个证绩, 然后你要是医院要创收, 直接从病人的口袋里捞钱, 就是赚钱, 才能养活医院, 才能够发起工资, 那那种医生的话, 他不是生活在空中楼阁, 医生他自己有的孩子, 他要去上好的学校, 他有的父母要赡养, 老婆要养, 他有一大堆的, 要买房子, 是不是, 他要养父母, 还要养孩子, 他也要有钱, 他的钱怎么来, 而且医生的话, 他本来去上学校, 就是优等生去挑, 你才能去读的是那种医科大学, 在医科大学, 我们有学的是最苦的, 在所有的院校里面, 医学院校的功课是最重的, 你要是像我们, 有的是那时候,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, 去其他院校, 其他的, 特别是文科院校, 理科院校, 一到周末, 别说周末, 经常有学生的活动呀, 歌舞呀那种, 去医学院校看一看, 各个都在图书馆, 或者是在教室, 真的挑灯苦读, 而且就是说, 你在入大学的时候, 你都要是优秀分子, 你到了大学, 你要苦读, 你大学完了以后, 工作以后, 累死累活, 但是你的收入呢, 是非常的低, 就是那时候就不是说, 拿手术刀的, 不如拿剃头刀的, 那种不仅, 而且你还冒这种很大的风险, 就那个时候, 为什么就是医患关系, 没有这么矛盾, 就是因为那个医生, 常是在牺牲自己, 医生真正的在中国, 真正的雷锋职业, 就是医生, 但是后来就是, 那医生他并不是圣人, 所以医改之后, 那国家因为抛负担, 国家他把财政负担, 他不愿意财政投入, 来给那种像国外这样的, 用政府把大部分的那种投入, 放在那个就是医疗卫生服务行业, 是美, 在国外像美, 不管美国也好, 加拿大也好, 所有的这种澳大利亚也好, 他都是政府支出的一个大头, 有的时候就说, 整个在全部财政收入的, 就是像比如说, 那个加拿大的, 它也算是比较好, 至少就是10%, 只是在院子里的, 这种一部分, 要是我那时候做分析, 要是再加上其他的, 就是医药呀, 这个收入的话, 整个的这种比重的话, 大概可以占到15%, 20%, 这样的就是, 整个财政投入的, 15%到20%, 是在那种卫生, 卫生医疗这个行业, 中国才多少, 中国在那个时候, 才百分之一, 卫生, 最早你要看大家的, 卫生加文化, 整个的投入, 才到1.5%, 卫生的, 就是说, 你就看这种政府, 所有的其他都用的那个, 那个什么了, 就是可能说, 毛泽东时代没有贪母腐败, 你就看那种, 大家把钱用到哪了, 没贪母腐败, 你就不过不知道而已, 然后在那个, 后来慢慢, 就是说, 因为太难看了嘛, 所以慢慢增到了3点多, 到最近, 我那时候做课题的时候, 大概是2010年吧, 那个时候才, 才勉强涨到了4.5%, 那到现在, 我还没, 最近没看, 中国现在的整个, 医疗卫生的投入, 占整个政府才收支的是多少, 我相信也不会超过5%, 所以, 你就想政府不投入, 然后要医生从病人的口袋里, 直接捞钱, 那, 这个生命, 这个疾病, 就等于是赚取那种, 如果这样的话, 就等于是, 真的是, 不是医生要赚美心钱, 是政府逼迫, 这种整个医疗行业, 要去赚取这个, 媚心钱, 就等于, 就等于, 就因为病人已经在生病了, 已经在等于落难了, 然后你在这个时候, 你还要从病人的这个口袋里, 直接掏钱, 有钱治病, 没有钱, 这个就是, 本来的卫生医疗行业, 它是一个良心职业, 你给病人治病, 你就医生, 护士, 整个医疗行业, 你就不能够, 有钱治病, 没钱不治病, 你不能这样做, 这是违反, 这职业道德就是违反的, 但是就是, 现在呢, 道德在中国呢, 就是因为, 这个中国, 这个共产党界非常自, 它就把这个医疗的行业, 就变成了一个, 没有良心的职业, 当然了, 你像你病人, 你一身病, 你肯定为了救命, 你啥都愿意花, 那, 那, 那你又不懂的医生, 那所以医生就逼迫的, 就变成了一个, 你说还有什么比医疗行业更容易赚钱呢, 你又不懂, 这一条哪些该, 哪些, 什么手术, 什么方法, 那种服务方法, 最有效, 对病人最好, 你知道吗, 你是病人, 家属, 你没有人知道的, 因为一个, 如果你都知道的话, 那医院就, 医学就不是那么, 就医学是最, 最需要这种职业道德, 最需要职业基础的, 这么一个人, 就必须要政府高兴把他们养着的, 让他们, 就是那种养这个职业, 养的医生他成为一个, 就是救治病救人, 而不是要那种花钱买命的, 这样的一个职业, 所以, 但是, 又, 然后, 到在医院, 我就觉得, 就是跟, 就是你在医院里工作, 你做医生, 你所面临的, 你所看到的, 和你所接受的, 这个教育完全是冲突的, 然后, 然后,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, 嗯, 就是, 作为一个很诚实的人, 你不善于欺骗撒谎的人, 作为一个, 就是你本性就是很政治的, 很诚实人, 你怎么样在一个, 呃, 欺骗, 谎言, 呃, 就是在一个骗子国家, 骗子社会去生存, 然后去扭曲你的本性, 我觉得这是一个, 就是说, 怎么样违背你的良心, 去做, 去违背你的良心, 违背你做人的这个原则, 去做一个很卑鄙的人, 做一个那种, 或者是小人, 或者是奸诈的人,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挑战, 我这也是我, 真正最后导致我离开中国, 然后, 这是, 呃, 来到那种, 移民加拿大的原因, 然后最后, 我做了下令决心, 其实那个时候, 我要, 那时候我还是想的, 一心报效国家把自己的学识, 那时候, 我那个读研究生说, 我还笑我的那个, 说我的那个同事, 同书社的那个, 说, 你怎么不爱国, 然后光想着那种, 要移民, 那个留学出国, 你应该, 就是我们应该报效出国, 应该把我们的知识, 分享给我们的国家, 那时候还非常非常的, 就是, 因为呢, 也是被父亲, 被这个, 被父亲被这个学校, 然后, 因为我的导师, 我所作为的那个老师和家, 都给我都是非常这样的一个, 爱国主义的教育, 就是说, 我觉得, 我到现在, 我还是认可这个价值观念, 虽然我现在已经, 呃, 移民加拿大, 呃, 我移民加大, 然后成为一个加拿大的公民, 但是, 我仍然觉得, 我, 爱国, 还是作为一个, 特别是个知识精英, 呃, 必备的一个素质, 呃, 如果要是你, 就是对一个官员来讲的话, 就是你越是一个, 支持精英, 你, 你必备的爱国, 这是一个, 作为一个精英分子, 必备的一个素质,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, 如果一个人, 你没有, 你就是爱国心, 或者你没有这种, 为自己的民主, 为自己的国家, 这样子一份责任感,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, 你就不配做精英, 这也是, 就是说, 呃, 这就是跨民主的, 你不管你是中国类好, 特别舒服, 你要是接触到西方这些精英分子,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, 是不, 就是没有爱国呀, 那种, 他们就各个都是很强烈的民主自尊心, 和那种爱国心的, 只不过他们就不表现出来, 呃, 他就是, 这是融入他的血液里的, 就是发自内心的, 就说, 我爱我的父母, 呃, 就为人道德, 就是我不偷, 我不抢, 这是我做人的底线, 我不用说, 哦, 我不用去宣传, 哦, 我从来不偷, 从来不抢, 你不用去宣传, 因为这是你做人的底线, 我就认为对自己的国家, 这个民主的爱和这种责任感, 这是你作为一个精英分子的一个底线, 而说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做人的底线吧, 只不过就是, 你怎么理解爱国, 像比如说, 你, 呃, 在, 如果你在中国的话, 你, 你爱国就是做一个专纪守法的一个, 一个好人, 就是, 嗯, 就是, 就是诚信, 让你爱你做一个好父亲, 好母亲, 好子, 好孩子, 好女儿, 好儿子, 是吧, 好朋友, 就是, 作为一个, 嗯, 诚信的, 善良的, 乐意住人的人, 这就是, 你爱国, 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, 尊纪守法, 做个好人, 这就是爱国, 那当你要做精英, 就, 像我前面有讲的, 你跟你不同的职业, 不同的身份, 你要是官员的话, 你就要做一个好官, 尊重你官员的职业都得, 那, 我要是, 就谈到, 如果你要是, 特别是, 像中央领导, 部长啊, 是更高级的这些官员, 那爱国, 爱国就是你的职业道德了, 就像Eason的职业道德, 就是我要对病人负责, 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, 你作为官员, 你的职业道德, 就是对国家负责, 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, 你的职位就是政府官员, 比如说中立啊, 那个主席啊, 你在这个职位, 不爱国就是你没有职业道德, 这是我的观点, 就是我观点, 比如说像我的医生, 我就要对我的病人负责, 因为我的职业就是要治病, 就是给病人看病, 要把病人治好, 是吧, 那如果没有职业道德的话, 我才不管病人死活, 我怎么样把, 我要为我捍卫我的利益, 就赚黑心钱, 就不管病人死活, 病人不能开刀, 我也要让他开刀, 就是为了赚钱, 病人不适合吃这个药, 但是这个药能给我带钱, 我就让病人吃这个药, 就是很自私, 那我就没职业道德了, 我自己认为, 那同样你作为一个官员,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, 你只想着你个人的私利, 你不想着国家的利益, 因为你就没有职业道德, 因为你作为这个官员, 你的职责就是为了百姓, 为了, 你要是神长, 你就为了神的那种人民磨福利, 让人民过好那种安居乐业, 幸福的日子, 你是国家领导人, 你就让整个这个国家, 国泰民安, 让国家繁荣互相, 让人民都在这个地方, 比如说是宪法规定的, 公民的权利, 你最起码你要遵守宪法来行使, 当这个国家主席, 那你如果自己就违反宪法, 去行使你的职责, 你的职业道德在哪里, 你就没有这个职业道德,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多一个很常识, 我觉得那个什么, 就是我就觉得在中国最大最可悲点, 就是大家没有常识, 没有逻辑, 就包括那种, 我觉得这也是, 那时候我在看宪法,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, 公民有言论, 自由的权利, 军队是属于国家的, 然后那种, 而且宪法是根本大法, 所有的任何法律就不能超过, 不能超越宪法, 任何所有的法律都必须要在遵守宪法的规定下来制定, 但是我发现, 就是然后你要这样子看中国, 发现这个中国共产党, 它就是个违法党, 它就违反了那个宪法, 但是你违反宪法你不知道吗, 然后你说中国人这么多人, 你用这么多法律专家, 没有任何一个人提醒他, 我们不能这样做, 这样违反宪法了, 如果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, 你都违反宪法, 你怎么样让任何其他的人去军纪守法, 那如果人人都可以违法, 人人都可以为了我自己的需要, 去违法的法, 那我做医生的, 我可以捍卫我医生权利, 我就能够不顾病人的生死, 怎么样赚钱怎么来, 可以吗, 那如果要是作为那种司机啊, 或者干什么的, 我就能够去宰客, 那个警察, 我就为了我的那个什么, 我就把那个杀人犯, 谁给我给钱, 我就把它放掉, 那我就随便抓一个合法的那种, 哪怕是你是军纪守法的公民, 我也把你抓起来, 你威胁你给我给钱, 就是你没法了, 能行吗, 就是但是如果就是说, 你作为国家主席, 作为那个什么, 整个的最高领导, 中央领导, 你都不能够军纪守法, 你让谁去, 让尊重宪法, 宪法是国家的法, 你让其他人怎么去遵守宪法, 你作为中国的, 中共的官员, 中国的中共的精英们, 你们都没有职业道德, 你们让其他任何强服人怎么有职业道德,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, 这个, 就是很多人讲的, 哎呀, 都会说到那反共了, 说一下后来反共呢, 我就觉得, 真的是一种, 哎呀, 我觉得就是一种知识和常识, 我就搞不清楚,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实, 遵守宪法, 这个, 这个是很常识的东西, 怎么会, 就没有人去提醒, 而且还一直在违反宪法, 这么多年了, 从四九年开始, 一直到今年是, 建国这么多年, 他们共产党就一直都在违反宪法的执政, 没有任何人去说, 真是, 我就觉得这个, 好, 我先说到这, 谢谢。